大家好,欢迎来到三益学院,我是石慧 三益学院是由我们几个特殊教育的从业人员 专门为了帮助咱们的移民家庭 为孩子争取公平的、平等的教育资源而设立的非盈利机构 从今天开始,我们希望用一系列的课程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教育系统 和怎么样合理的为孩子争取到适合孩子的教育资源 为什么我们说要为孩子争取平等的教育资源呢 为什么我们的名字叫做三益学院呢 因为很多孩子,哪些孩子在学校不容易接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呢 我想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有一些特别的需求的孩子 我们把它叫做Exceptional Needs 对不对,他们在学校比如说有一些学习障碍或者是残疾的孩子 那第二呢,就是有一些非常高能力的孩子 Exceptional Skills或者是Exceptional Abilities 比如说孩子的智商是非常的高 这里要注意了,大家请注意 智商特别的高和这个学习成绩特别好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今后我们会讲到 但是智商特别高的孩子呢 他在某方面有非超强的能力呢 他这样也不容易在学校接受到适合他的教育 另外一个Exceptional呢 是因为我们都有Exceptional的cultural background 我们的文化和语言背景呢 在学校呢跟这个主流的是不一样的 这就造成了我们的孩子 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呢 都有一些特别需要的需求 也有一些特殊的超长的能力 那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文化的背景 这三个Exceptionality呢 造成了我们需要特别的为我们的孩子 发声,为我们的孩子倡导 让他们呢能够在学校得到适合他们的教育资源 那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从这个美国的特殊教育系统来讲起 来说一说如何为我们的这些Exceptional Children 我们的特别的孩子呢 争取到公平平等的教育资源 那说到美国的特殊教育呢 我们首先要讲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残障学生教育法 那美国的特殊教育法案呢 叫做残障学生教育法 它在第一开始颁布的时候呢 叫做IDEA 那后来改版的时候呢 把它叫做IDEA 这两个IDEA和IDEA这两个名词呢 其实是可以互换的 大家以后呢 在这个生活中或者是在跟学校沟通中 遇到IDEA或者是IDEA这个词呢 这个孩子 并且呢根据这个孩子的情况呢 提供适当的公立教育 他并不是说你只要提供教育 接收孩子就可以了 而是说他要根据孩子的情况呢 根据这个孩子情况提供 他应该接受的适合他的这个公立教育 而且这些教育呢 应该是全部都是免费的 那第二个大概念呢 就是怎么样为这个孩子提供适合他的适当的公立教育呢 就有一个我们每一个这个孩子呢 都需要有一个个别化的教育计划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IEP 那这个法律就规定呢 所有的这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如果我们认定他是符合这个残障学生教育法的 这个他的这个标准的话呢 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一个个别化的教育计划 那我们后面会清清楚楚的跟大家讲什么是个别计划 教育计划 里面都包含了哪些内容 会给大家举例子 那另外一个最大的这个概念呢 在这个IDE里面 就是呢 这个在学生的这个课 教师安排上面的要采取最少限制原则 那这个最少限制原则呢 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并不清楚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最少限制原则呢 也会在后面详细的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最少限制原则 这个怎么样能够 这个会怎么样影响我们孩子安排在怎么样的班级里面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要有适当的评估 什么叫适当的评估呢 也就是说 我给孩子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我给孩子的IEP 不是我一拍脑袋想出来说 我觉得他适合这个 或者是我觉得他适合那个 而是根据科学的评估 根据数据 根据科学的测量 来告诉我们的 是根据一些这个非常科学化的一些量表 一些评估计划呢 来告诉我们孩子现在在哪里 他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那我们应该采取 根据科学 我们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 另外呢 这个残障教育 学生教育法呢 非常非常强调家长和老师的参与 也就是说呢 不是说学校 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说我们在这里面要非常非常考虑到 我们家长的想法和我们家长的家庭里面的需求 那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家长需要非常注意到的 这是法律的规定 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呢 他有程序保障 perceival safeguards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在家长不同意学校的决策的时候 家长是有权利通过这一系列的程序保障 跟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权利的 也就是说当你不同意学校为你孩子安排的教育计划的时候 这个法案是提供了一系列已经写在纸上白紫黑字写好了的 一系列的程序保障 来告诉家长你可以通过这些方式 来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权利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下一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讲 什么是免费且适当的功利教育 以及呢 IEP计划 它到底长什么样 那三益学院呢 是我们帮助移民家庭争取公平的教育资源的非盈利机构 欢迎大家支持我们 怎么支持我们呢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 咱们呢 下期再见